HELLO 大家好我是蘋果爹 那今天的速報呢 我們就要來講三個不一樣的消息 那我們會講到 iPhone SE 3 我現在有比較多的消息 比較多確切上市的日期 然後再來就是 Apple 要推出的遊戲主題 有人說是 Switch 或是 PS5 的殺手 然後我們也會講到台灣社交距離這個 App 最近這個新聞 關於台灣的疫情的情況 我們就先來講這個部分 首先我建議大家都去下載這個 App 大家如果有看新聞的話 你們如果都有 Follow 最近的狀況的話 應該沒有人不知道 這個 App 我已經使用了大概一個多禮拜 也是我有朋友建議我使用的 關於這個 App 的效用 是越多人使用的情況下 它會越有效 所以我覺得我也有一點責任 把這個宣導出來讓大家一起去使用它 如果你們身邊如果有小朋友使用手機 或是你們的長輩 可能不知道怎麼去下載這個 App 的話 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幫他們下載跟設定 OK 這個整個過程是非常非常的簡單 我就不去解釋後面的原理 我會把那些所有的解釋的連結放在下面 你們可以自己去看 你首先要做的就是只有幾件事而已 就是到你的設定裡面 首先藍牙一定要打開 OK 打開藍牙之後你滑到下面去 你會看到有一個選項叫做暴露通知 暴露通知這邊按下去 進去後你就選擇說開啟暴露通知 我這邊是用一個新的手機 備用的手機來從頭到尾設定給你們看 開啟 OK 那你就選擇繼續 然後選擇你的國家 這邊你就選擇台灣 以台灣來說呢 我們這邊有一個我們自己的暴露通知的 App 這個就是台灣社交距離的 App 我們先在 App Store 中顯示 這種時候就會問你下載這個 App 你就把它下載下來 OK 下載之後呢 你就直接把它打開 這邊有一些解釋就是說 這個 App 由誰開發 然後去誰來管理這樣子 你就滑到最後面 然後選擇開始使用 然後這邊一定要開啟這個 開啟接觸通知功能 然後你就選擇啟用 然後這邊要允許傳送通知 OK 那基本上這樣就完成了 至於右上角的選單這邊有更多的功能 像是 App 介紹或是確診者上傳隨機 ID 就是說如果你是確診者的話 你就可以上傳你的隨機 ID 然後當你上傳後 他就會去比對你去過的地方 然後去通知可能跟你周邊有近距離接觸的人 讓他知道可能要去做檢查 或者是做自主健康管理 這邊當然不是確診者 我就先把它關掉 其他注意事項 各自保護說明 還有資料管控權限這些你都可以再去看 關於這些你也可以慢慢去研究 主要的重點就是說這個越多人下載 他所收集到的資料會越廣泛 這種時候如果有人確診 或是有人去過確診的地方 當大家我們對這些情況都能進行追蹤的時候 我們才能真正的去防堵這個疫情 OK 所以在這邊我希望跟大家宣導一下 都盡量去下載這個 App 然後盡量幫你身邊的人 親朋好友或者去交流他們去下載 我們再來就來講其他的新聞吧 首先我們會講到 iPhone SE 3 的確切上市日期 我們這邊有兩個不同的消息來源 給出的答案跟他們給出的這個時程 都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消息算是非常的準確 OK 以現在的階段而言 我們要講說它的設計 它的外型 他們都跟我講的是說 現在都還沒有到一個測試機的階段 現在還只是在Prototype 的階段 所以現在連最終的樣貌 裡面放的硬體這些等等都還沒有確定 所以對他們的意義 他們都覺得現在是太早的時候 去來講這些規格 它的設計可能會是什麼樣子 因為在這個階段 好像是在Prototype 1 跟 2 的階段 其實還是非常非常早 那很多裡面的規格跟設計 在這個時候都還有可能改變 那可是他們說以現在排程來講的話 那我們的 EVT 應該會是在今年底 那 DVT 的話 應該是在明年 2 月左右 那這個是目前上面排程的預期 所以說呢 如果一切 Sony 的話 應該也是在明年的 3 月到 4 月之間 我們會看到 iPhone SE 3 的上市 所以呢如果有在等 iPhone SE 這個機型的續帶機種的話 我們現在有更確切的消息 就是說明年有這一台機型的機率 非常非常的大 因為不同消息來源都證實了這個部分 OK 好 那下一個我們就來講這個蘋果的遊戲機 蘋果的遊戲裝置 那就我們先前傳很久的這個 Apple TV 一個比較高階的版本 那上次 Apple TV 發表的時候 其實在發表會的時候我就有講說 現在看到這一台裡面配的 A12 晶片 並不是我們先前傳言所在期待的那一台 就是會搭配 Apple Arcade Plus 會有一個搖桿手把在上面 然後專門給遊戲使用的 那我們也非常多消息來源 講到說蘋果正在左手開發 或是跟一些開發商一起開發一些 3A 大作 OK 那我們現在有更多的消息 我們現在來比照先前的搖源傳出來 有一個消息非常準確的人說出來 他說會有兩台 Apple TV 他說一台是 A12 的 另一台是 A14X 的等級以上 那當初這個消息傳出來 他就覺得奇怪怎麼會真的出兩台 那現在我們真的有看到 A12 的這一台 那他說是兩個不同的裝置 那所以我也去問了一些消息來源 那這邊是我得到的答案 那他的說法是說 這個部分不是他直接參與的案子 可是還是幫我問到一些消息 說蘋果和多家大型遊戲開發商 合作開發遊戲 這個是目前在進行中 那這個是確認的 然後會走向類似 Apple Arcade 會是訂閱制的方式 那很多開發者其實都已經手上 有拿到這一台主機 然後有搭配他們的獨家手把的控制器 然後目前測試機的處理效能 他這邊有提到說是還不錯 可是變不到一個驚人的一個效果 可是他們說 以他們拿到的這個測試機來講 以它尺寸來說 他們覺得表現算很好 也不太會發熱 好 可是不太能確定說 這個他們裡面所測試的 這個測試機裡面的處理器 就一定是他們最後發售的版本 因為這個部分當然是蘋果不會跟他們講 那其實也很有可能就是說 它在最終上市的版本的地方 它的處理器會再次做升級嘛 那其實像先前 M1 推出之前 那蘋果說要換成這家處理器的時候 他們首先發給開發者的那一台 Mac mini 裡面的處理器是 A12Z 那是一個已經存在的處理器 然後是一個用在舊的 iPad Pro上面的處理器 那到後來 M1 出來的時候 它其實是一個全新的處理器 所以呢他們這次說新的這個遊戲主機 他們還不太能確定說會不會就是叫 Apple TV 他們就說我是一個遊戲主機 那他們說量產的版本也有可能是搭配一個 還沒有露面的處理器 OK 那上市的時程呢 它這邊有提到說 到現在都還沒有到 EVT 的階段 那 EVT 的階段其實到 EVT 之後 後面還有一個 DVT 啦 那這中間可能會有兩三個月 那這也是說在 EVT 的階段 如果一切都順利啊 測試都順利的話 才會那麼快到 DVT 的階段 所以呢它說就算如果遊戲開發商 跟他們配合開發商一切開發順利的話 那以這個目前的排程的話 那他們保守估計也是要到年底 才有機會看到這個商品推出 那這些聽起來 和目前其他消息來源算是滿類似的啦 那他還有提到說 應該不太會是行動裝置的類型 那因為有人提出來說 可能會是像任天廠 Switch 這種造型 然後放入很強的處理器 那他們是說目前看起來是沒有這個 他們沒有看到這樣的測試機型 但他們說這個手把控制器 應該是可以在多裝置上使用 可是它可能在處理器上面 會有一個限制說要 什麼處理器等級以上的人 才可以用這種訂閱制的遊戲方式去搭配 但這個手把在多裝置使用的這個部分 它目前還沒有機會測試到這邊 所以說呢你看目前其實像是 iPad Pro啊 然後iPad Air 其實他們都搭配還是滿強效的處理器啦 那如果真的是要玩到這些 還不錯高等級的遊戲的話 那或許是要 M1 等級以上才做得到 那這種時候如果它又再出另一個 行動裝置的話 那其實又跟 iPad Pro 有連打到 那我個人覺得比較有可能的方法就是說 這個可能是一台家裡專用的一個主機 可是你同時間呢 你訂閱了這個遊戲服務之後 你可能在你下一代 或是比較新一代的 iPhone 上面 或是 iPad Pro 上面 你都還是可以玩它們的遊戲 那如果你要在譬如說 A14 的晶片 像是 iPad Air 上面玩的話 那可能就是它的畫面就不會那麼精緻 然後它的螢幕更新率當然就不會到那麼高 那這是我目前覺得有可能的方式來推出 對 那這些就是我得到 關於這個蘋果遊戲機的消息 那他們說如果有在更多的進到 EVT 的階段 或是更確定的地方會再跟我聯絡 OK 那或是我要再去問他們 好 那這個今天就是大致上這樣的消息啦 那我知道有很多人其實或許也在期待說 蘋果推出這樣的服務跟這樣的硬體 那有非常多人講說不要去期待說 一開始出來就能去對打 PS5 或是 Xbox 那種等級 可是我覺得也很難講 如果到時候他們真的是有一個獨家的處理器 可能像我現在目前聽到可能 M1 然後兩個 M1 M1 Duo 或是 M2 Duo 的情況下的話 那也真的很難講說這樣的處理器 撐不起所謂的 3A 大作 那我個人是還滿期待 看看蘋果要用什麼方式來切入這個 他們以前從來沒有切入過的市場 其實早年蘋果也有一個遊戲機 可是那是非常久以前 好啦 那如果你們有什麼消息想分享 想討論的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如果有些消息想要私底下透露給我的話 也可以私訊我的 IG 跟我的 Twitter OK 那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就記得訂閱頻道 還有小頻道按讚跟分享 我是蘋果爹 我們下次見 那其他就有點像是 Apple Plus Arcade Apple Arcade Plus OK 那他們說可能 AX 等級 A14X 等級 啊 但他們說是 A14X 其實 A14X A14X 就是 M1 那今天的快包就 那今天的素包就 那喜歡這類頻道的話就記得訂閱 那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就記得 這很適合比較 好故ей的 那看‑‑箱 ? 確認但是在公司再也看 有沒有哇 在本身 Labor 基本上才對 sexuality 州�探訓 離譜 我覺得 善 算